受疫情的冲击 因为疫情的冲击其实对消费 特别是餐饮和住宿 以及零售冲击是最大的 应该说去年的社林总额 数字已经大家都知道 是下降了3.9% 39.2万亿 那么今年我们是这么判断的 随着疫情的 我们国家对疫情的控制 持续向好 以及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复苏 持续向好 再加上我们一系列的 对起的纾困政策的持续发力 我们对今年的消费的总的判断 应该是处于一种恢复性的快速增长 这是我们一个总体判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